曼联在今晚英格蘭足足杯的第五圈 就会作客和英超球队的洛定咸森林 今季只剩下这一项的杯赛 曼联还有机会可以争一下 但是期望不大 因为今年的表现实在大家都有目共睹 加上很多球员有伤 这场球作客落定咸森林的幸运是 上场对着呼咸 同对手相撞之后爆头的卡斯米露可以复出 Tentac就确认了这个OK的了 卡斯米露可以继续在中场搭着文露 因为我觉得文露加上卡斯米露 这个中场线才有效果出来 你可以说当卡斯米露去的时候 可以逗住文露 始终文露也是年轻的 虽然你觉得他是个18岁 踢到好像28岁 但是很多东西都要慢慢学习的 卡斯米露就是经验 虽然说这几场卡斯米露的状态有些下滑 经常都有些少少魯莽的犯规 希望今场他都可以继续 不要说太过有时的 因为始终有感觉就是很多球证开始针对卡斯米露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即是很多犯规都会给他王牌 你知房中一拿了王牌 就很多东西都要遵守着 另外因为 麦加亚的受伤 不知道他受伤什么 今场 阿天克就说麦加亚就不能出的了 中间位置就应该是落连迪劳夫 搭着伊云斯 没得选 因为华拉利都说不行 班劳亦都说不行 这场球有三个球员 他不是说百分之八说不出质 因为他说上阵成义 就是华拉利和队长的班劳 其实如果班劳真的受伤 不如让他休息一会 未必是坏事来的 等他休息一会 未来的比赛再拼 因为下一场都会万事打比 那你说前线方面 没有了 都是一些受伤球员 凯伦之后 怎样排阵呢 我觉得 如果把华斯福踢中锋 他就等于零作用 不如把他放在左边 因为华斯福的踢法 是需要有前面的空间 让他推球的 如果你把他踢中锋 如果两边没有球出给他 他几乎是废的 就是打少一个 不如放回他左边 虽然很多机球 可能网民都说 这么快不如让他收起华斯福 但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可以用的 前面 反而加拿祖之前那几场 踢右边是有作用的 我觉得有时他比起左边更加有效 左边华斯福拉 右边加拿祖中锋 巴鱼就有个大胆的想法 落麦汤文尼 他有身材 有射术 有射手的触角 他有几场没爆之后 他又隔了几场 会不会能够爆出来呢 不妨一试 这个阵 因为落安东尼 其实这几场都见到 开始放弃安东尼 接着很多社会的新闻都炒作 就说 其实都是清洗对象的第一个个 就是安东尼 即是来着的夏天 那晚联 这段时间都是新闻多多 因为始终有新老板 sir jim 进去了 接着有很多的高层的变动等等 又推出一下说 会不会 天黑的税位就不是很稳定 因为都说明了 如果没有前世的话 都应该是执着包袱走的了 天黑就 听说 拉杰夫就很想 他的梦想和英力士 这个集团的大家 都是那群人 都很想 找斯丹 进来做一个带领 曼联重建的领队 但我又想一想 就好像印象中 虽然斯丹带领和马士 就拿到很好的成绩 但你说斯丹的战术是怎样呢 我又好像想不到是什么 是吧 只不过又是一个光头佬 来到接另一个光头佬 是吧 不知道 你老板的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 可能有很多不相同 正如蔡耶说 每个月 每个月烧一次烟花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所以 但是 如果 今季里面 进不了前世的话 我觉得 九成九 不是九成九 一定是换走的天黑 即使要赔钱都是 你觉得这段时间的新闻 都觉得 好像是 sir jim 都对这个 就是 旧有的一班 无论是球员等等 好像为清洗至少 十个球员 还有 教练团队 他都不是太过满意 所以我觉得 换 换 这个教练团队 是 我想是自在必行 看看是什么时候 那个timing 是什么时候换呢 即如果你拿到前世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 可以续命 但如果拿不到前世的话 一定走硬 这场对着洛定下 心囊都不容易打 因为你看到 其实现在 曼联对着 对对球都不容易打 有些说 只不过可能 你期望有个奇迹出现 突然间踢到 噗 声不同了 还有可能上一场 输了给富咸之后 你期望他会有一个反弹 希望啦 所以大家都 虽然这场球 要开香港时间 3点45分 这阵子天气又冷 都可能挺难 可以排身体球 尽量啦 都支持一下 因为如果这个杯赛都没了的话 曼联真的可以 专心踢这个曼联赛的啦 那我都希望可以继续双线发展的 至少都 就是有个希望 蛇微的希望在这啦 好啦 那希望 踢完这场球赛做的赛后点评 有个好消息啦 拜拜